这里发生巴黎恐攻到现在超过48个小时 在车站里头还是随处可接法国警方的驻守 只要有可疑的人事物出现 他们就会立刻上前去盘查 但是在经过八九个小时之后 巴黎就要面对恐攻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这几学校也都是照常上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最重要的在车站将要面临的 就是大批的来往人潮 然后上面的学生 尤其是可能就是这个国家会目前在车站里头 而现在最容易一起骚动的地方 其实就是民众群聚的地点 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操动 就很容易免起民众的骚动跟隐喻 所以到时候也将考验着 整个大众运输对于武器处理的营业能力 以上是我们在车站前也找不到的最新状况